动不动就发脾气 就是前两天的事情 我在超市 跟他买那个酸奶 他之前前一天已经胃疼了 我说胃疼冰得少吃 我的妈 他在大众场合 不顾不任何人的感受 就一声吼起来 搞得好多人都看到我们 我感觉很丢人 就不想让我吃那五块钱的酸奶 那你看 就是你刚刚因为那个六块钱的例子 他一直跟我耿耿于怀过不去了 问一句啊 吃了吗酸奶 我是买给宝宝吃的 然后他就在那里说 让我不要吃你知道吧 你吃了吗 然后我没吃 我喂给宝宝吃了 那你就吃呗 你要觉得酸奶很重要 你真的很介意这事 我就介意那六块钱 行 你说先生的我们听明白了 你的期望我们听明白了 对吧 能够再多帮帮你 但是我还有一点 还有 就是他总是说我 结婚前怎么怎么样 很温柔 他从来没有想过 我结婚后 为什么会变得现在这么暴躁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待孩子 我很累 我想要就是 你回来的时候 你总的待小孩 然后跟我沟通沟通聊聊天 他从来 好像只有我教大的时候 他才会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 这完全是我个人问题吗 我每天早上上班 是七点 七点半起来 然后晚上五点吧 然后回来就要做饭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带孩子 我更多地认为 你太过计较了 你觉得 你每次都说 你这家就是带小孩的 你就是该洗衣服的 女人就该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干嘛要去你 是不是你说过的 这个话是讲错了 但是你觉得各有分工嘛 所以你们俩想到的 解决方式是什么呀 就是让他改变 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改的吗 脾气 最大的就是脾气 想不想好好过呀 想 真想 真心想 我来这里 就是想通过爱情保卫账 能解决我们两个 最根本的原因 你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我在资料上看到你们三月份 第一次见面 然后开始一底练 六月份回到同城 七月份就订婚了 等于说你们仅仅是 一个月的共同相处时间 就决定白头偕老 我们怎么可能跟对方 相处一个月 然后就相许终生呢 喊恋爱是大家经历热烈 然后开始平淡 开始争吵 最后我们吵不黄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彼此适应 才会走向婚姻 你们把争吵的这部分 拿到了婚后 才会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而问题的癥结是 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难处 先问一下女生 你在婚前工作过吗 工作过 那你会跟男同事 有一些基本的交流吗 会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们那天去参加朋友婚礼 他当着你的面 劝朋友说少喝点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是基本交流 而且当着你的面 你当着摸摸搭肯定是不对啊 第二点 这个袜子啊 往哪儿放 宝宝的脑袋是否掉到了饭碗里 这种小细节 都不值一提在生活中 都是难免的 男人嘛 就是和臭袜子放在一起的 他们很难注重这样的细节 你这个 你不能说我们就是和臭袜子放在一起的 你不说他们跟臭袜子一个味儿的臭男人 我们可以理解 你不能说和臭袜子一样 是吧 我确实不是我比你 lik来的 那就是个臭袜子 我必须做到为什么 你可以和肥袜子一样做到什么 这种大细节 但是这种大细节 感受大细节 而是我们的 我们的体制 有职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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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